赵匡验做了半句诗,宋朝无人接,明朝才被朱元璋补齐。 宋太祖赵匡验出身航武,从小在军营中,长大后跟随周世宗柴荣北征起单,南征南唐立下了赫赫战功,正因为如此野生的世宗信任他也凭借着自己的军功从一个小兵逐渐做到了中央进军的一把手。 赵匡验虽然是武将处身,但是他也非常喜欢读书九百五十九年赵匡验随周世宗柴荣征南唐凯旋而归时,就有人在柴荣面前进禅言说,进军指挥使赵匡验搜刮南唐百姓收受降将贿赂,拉了整整一车财宝满载而归。 柴荣听了之后,非常生气连忙骑着马前去查看,一看果然赵匡验正压着一马车的大木箱子,刚要进家门柴荣上前质问,赵匡验忙命人将箱子打开,原来箱子里根本不是什么财宝,而是满满几箱子的书。 柴荣问,为何带这么多书,回来赵匡验,达臣武将出身不识文末又蒙陛下,信任只有多读些书,才能更好的为陛下效力柴荣听后的大为感动。 从此更加信任赵匡验赵匡验来读书,虽然底子薄弱,不可能像一些大文人一样书,口成章暂时宋朝毕竟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朝代,作为开国之君了他,也并不是太落后。 赵匡验一生也曾做过,诗弹并不多,只有一首饭而已,赵匡验,在厚州做禁军将,领时有一次和朋友喝酒朋友相见把酒连欢,非常尽兴就过三巡之后,倒偷遍睡,第二天醒来,看到太阳冉冉升起,其中一个朋友,就做了一首关于太阳的诗赵匡验听了之后,不甘是若突然来了灵感, 也顺时做了一首诗名叫永出日,太阳出出光赫赫千山万水竹火发,一轮请客上天驱逐退群星逐退月,这首诗乍听起来有点像打游诗,但是气势却不凡抒发了,赵匡验想当一轮明智的远大暴富诗做完之后,朋友们纷纷赞赏赵匡验,也非常得意心想文人, 也不过如此自己随口一念,也是两句诗,等到赵匡验做了皇帝之后看到,自己的武将都是一些大老族,赵匡验开始颤导武将读书为的,是培养这些武将的忠君意识, 每当和他的大臣们谈起读书赵匡验,都会想起自己做的那首永出日,非常想在他的大臣面前, 在座上级首佳作,让他们看看自己也是文化人,但是却苦于没有灵感一年的中秋赵匡验和百官一起饮酒赏月赵匡验看到天空,一轮明月突然来了灵感, 拿着酒杯喝了一口酒,随口就做了前两句,未离海底千山末,才到中天万国明, 大臣们听了之后,纷纷赞叹刘,虚拍马然后,就等着皇上念后两句, 但是赵匡验由于是即兴创作,再加上有点激动后,两句还没有想好就念了出来, 这下百官们一打岔后面,两句怎么也做不出来了,赵匡验是极得满头大汉。